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 AHEAD 4 greater Rap TV 我是渊枝竹 我是吴奇慧 我是阿丽 我们是 黄金金三九 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呢就是來到這邊 進行我們的手作社團課 YA 我聽說他們上一次是去做那個香水 對超好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做的也是一個最近非常非常流行的東西 叫做流體熊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大家知道 他現在還沒有顏色喔 真的還沒有顏色 對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就是 除了可以做流體熊之外呢 還可以做地毯跟酒精水墨 那這個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Muse Studio 謝謝 謝謝Muse Studio 謝謝 那這間工作室呢 它位於101的五樓 觀景台這邊 歡迎大家來參觀 對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可以讓大家一起手作 有漂亮的小姐姐可以看喔 真的 我跟你講我們的老師今天真的超級漂亮 我們就等一下要準備歡迎他進場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流體熊吧 YA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歡迎我們的漂亮老師了 YA 好那我是今天教你們流體熊的老師 好 老師好 老師好 好那我現在要先大概給你們講解等一下怎麼做熊 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每個人都要拿一個空杯 空杯 對然後我們第一杯啊 你們選的每一個顏色我們都要少量多次的加到杯子裡面 那加總總量四分之一杯就好囉 就是到這個劉娃瑪的最上方 好Q啊 對那第一杯主要只是拿來打濕用 對我們要先把它全身刷濕之後我們再領第二杯上去 對 然後第二杯才是你真的做熊的配色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比較不喜歡哪個顏色然後我就先全部都打底這樣子 不喜歡啊不是第一杯的話就是你每一個顏色我們都要用到 對那一杯都一點點的好 對四分之一杯就好了 對我們用筆沙塗濕嘛 然後之後第二杯都用領的喔 那它顏色才比較飽和 對 那我們重點就是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到空杯裡 那這樣子你等一下流出來之後會很多紋路感 對 好哥好哥 好 我以為是全部全部領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就是把它塗濕以後呢 對 然後再開始慢慢塗自己想要的顏色 對第一杯塗濕之後呢我們就用零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零的過程中 譬如說我的底色 我的比較多想要多的顏色應該是先上還是後上 底色的話都是全部的顏色加在杯子裡 那如果你比如你想要染色它流出來機率比較高 它就是它的次數加的進去比較多次在杯子裡面 那是次數喔 所以每次都是四分之一 沒有沒有第二杯就沒有先至四分之一 對 第二杯的話 你就可以先倒到半杯 然後淋出來看看是不是你喜歡的紋路 它不夠顏色我們再加到空杯裡就好了 好 這樣可以懂 明白了解 好 謝謝老師 那老師有什麼注意的色相呢 就特別要注意的小細節 注意一下小 有就是很多同學會忘記淋到就是熊的背面耳朵這邊好 那我們等一下記得一定要正面做得很漂亮之外 我們背面也要領到 對對對 然後關節出來也要記得去領它 那我們等一下領的時候要特別去就是 你的熊熊借我一下 好 那就是你要這樣子手握著耳朵 讓身體傾斜 因為它頭是比較大 如果你是這樣站著領的話 它是領不到身體 站到這邊的話可能就會領不到 所以我們一定要這樣傾斜喔 傾斜 傾斜從這邊領一領 然後讓它站立 讓它顏料穩固從這邊自然的流下來 對對對 所以它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對對對 或者耳朵 所以我們耳朵一定要最後再多 對 沒問題 好的 老師我發現這個關節是可以活動 對 它的頭手腳都可以動的喔 頭也可以動喔 對對對 都可以動 那在淋完之後如果 轉它 我們會解體 所以淋完之後就不建議轉 所以我們製作了之後 然後我們手會先把它舉高一點點 喔 手要舉高 對對對 不要讓它平行 它這個顏料會黏起來 喔 好 對對對 好 這樣子嗎 太高嗎 喔 這樣子 有點太高 那可以帶著 好 這樣差不多 好 好 而且我剛剛還有聽到老師有說 就是我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就有看到老師跟我們介紹說 今年特別 因為是兔年 特別吧 就是我們的小兔子年 所以它今年呢 是有特別出小兔子款的喔 對 我真的感到覺得超可愛的 我們等一下一定要給一個特寫 兔子的特寫 真的超級可愛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製作吧 GO 喔 第一分就太豪邁了 怎麼辦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那我們換下一個顏色 好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借我過去一下熊熊 啊 熊熊 啊 熊熊 你殺了熊熊 你殺熊熊 你殺熊熊 林庭莉殺熊 蛤 蛤 蛤 可以不要嗎 可以都不要嗎 啊 我剩下最後一點點了 完蛋了 對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呢 我有點不敢行動 完蛋了 我已經到那個QR code碼了 怎麼辦 這次會很容易到太多了 因為如果你搖晃它 顏色全部都會變成一個色 看得到裡面的 所以我們就堆疊就好了 底色 那就是奶茶 奶茶 其實看起來好像蠻好吃的 對 然後呢 你可以這樣子握著一隻耳朵 握著一隻耳朵 然後我們從中間這邊領下來 從中間這邊領下來 從中間這邊領下來 原廚第一筆要下來囉 所以不能扣而已 你可以再加 好看耶 奶茶就好 像你剛剛加金色 你要沾盤子上的顏料 然後先把鼻子沾濕 然後我們把空白衣術都塗濕 全身 除了耳朵之外 這樣是對的嗎 對 我們等一下溜耳朵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喔 然後你 寶貝 我們幫你上去看 再拉前面 我也給大家看一下前面 特別 後面感覺有點頭皮 有點恐怖 然後就把它看完 讓大家看一下前面 好 給你下雨的感覺 用塗的嗎 對 用塗的喔 全靈喔 對 全靈瓦 哇 它好像有點塗 它這樣已經很漂亮 寶貝 你的也好好看 好像大理石紋喔 大眼壁欸 大眼壁欸 然後你就拿啤沙 按頭皮 啤沙 這樣盤子上的顏料 然後盤子上的顏料 大眼壁喔 對 你太獲得了 請問你們的熊熊叫什麼 我叫木頭 我家的狗我叫木木 所以它叫木頭 那我叫安妮亞 沒有 看一下 那我叫 我叫 我覺得你的有點像玉青 玉青 我覺得它叫芋頭 不要 我叫 它滿像芋頭的 我叫它兔兔 因為它經典是兔兔 不管它是熊還是兔 我叫它是兔兔 那奇惠妳在想你叫什麼 它叫老虎 我不可能 欸 我最不會取名字 我每次那個先生 你可以叫海家 欸 我沾到什麼 海洋之星 還是 還是地球之星 海雄 地球之星 地球為什麼 很像地球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海洋比較適合它 海洋啊 那我就叫海熊 那我叫海鑫 不要 我不要叫兔兔 我覺得兔兔好像沒有 好沒有創新 那妳剛剛還那麼 沒有 是妳要跟妳的熊有關 妳的顏色有關 那妳覺得我就是芋頭嗎 妳用心的感受到一下 妳喜歡吃芋頭嗎 妳用心的感受到一下 妳喜歡吃芋頭嗎 媽媽看一下妳 還媽媽 媽媽看一下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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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紋路 這個紋路 初戀的味道 喔 不如就叫FIRST LOVE好了 好不好 好 可以嗎 欸 這是可以播的嗎 不會播嗎 不會啦 我們唱成這樣應該不會有版權味 我們完全不會歌詞 好好笑 好那這樣大概有主持就好 嗯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開始用零的 好了 那剛剛那個杯子可以繼續用 然後呢重點就是 要少量多次的加進去 少量多次的加進去 對 就是都各加個三四四進去 然後每次的量都少少 好 一 好 再加一點點 二 啊 太多了啊 沒關係 因為妳已經加進去 一點點白 嗯 好像那個剛剛那樣 一點點白 然後再一點銀色 嗚嗚 然後呢 我們就再來一點藍色吧 藍色才是我的主色耶 結果變成桃花的色是我的主色 好 那我要零囉 好 有點害怕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妳剛剛有每個顏色都加到 兩三次嗎 好像沒有 妳要加兩三次 對就是每一個顏色喔 對 那這樣子才有少量的一次 等一下出來的紋路才會多 學生 沒關係 其實我也是沒有 欸我加到哪裡了 好 看這裡 兩三次 對啊 剛剛是加這個 欸我剛剛很想做一件白色 欸我剛剛很想做一件白色 兩套三次 兩套三次 然後偷偷丟到靈體力的那個 我不要 那也是太跳了 她不喜歡的 如果我的胸有一點紫色跟粉色 我就會覺得 她蠻特別的 妳就會打我 沒關係我不會打我 欸做這個不能聊天耶 我忘記我加幾次了 都無所謂啊 無所謂 就是用free 我看一下 妳知道什麼叫free嗎 我們要加一點感情 大概這樣子可以嗎老師 可以啊可以 那我零囉 慢慢零 從頭頂對不對 對 我們頭先做好 然後等一下再去做身體 哇 好可愛喔 好美喔 我還沒加完 可愛喔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頭 暫時的前面 來給大家看一下 還不錯喔 獲得了姊姊點頭 真的很好看 我喜歡她頭頂 妳不准摸到喔 我沒有摸 欸但我其實很喜歡妳的顏色 其實我本來想要做妳的顏色 其實我本來想要做妳的顏色 就是頭銜色 但是妳知道為什麼 我後來選這個顏色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 因為這個是初戀之味 初戀之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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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妳可以從這邊先領 那是側邊的話 妳會在握著耳骨頂尖 然後再記線對不對 那我要領囉 換一下 對啊 然後妳不是也要領嗎 我的小孩好像從土裡出來喔 我是不是倒太多喔 這邊也是 這邊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倒很多耶 人家好像都沒倒很大 我還沒倒完耶 繼續嗎 我覺得我很快就會把他的顏料用完 然後妳說要這邊不要領 因為這邊都沙漏 所以等一下慢慢領 然後等一下頭先做完 然後再做餐廳 好 我太著急了 我期待我的小孩長得 好 現在我們已經大部分就是身體跟頭都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請老師來教我們怎麼用的 最後的 對啊好重喔 好來 那老師 然後這邊 SOS 好 那耳朵呢一樣跟頭身體腳一樣呢 先吐屍之後再領 那我會建議你們先最好一隻耳朵再做另外一隻 就是先吐屍嘛 那這一隻領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子讓它傾斜 然後它就不會滴到手了 嗯 對 那另外一隻一定多少都會滴到手 那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要慢慢的領 然後量不要太多 那我們可以就要拿這個 對 就對 那是就是在這邊的 好 老師對不起我浪費眼淚好了 怎麼了 用這個眼淚滿 老師老師是想要鋪滿他的盤子 對不起 你今天的目標是這樣子 對不起 我今天的目標是做一個巧克力 我是一個浪費的人欸 我都沒有思考 我都直接到 嗨你 其實我抓不住嗎 我忘記加贏了 你加喔 嗨 嗨 你別亂推 我看我用第一次 這樣感覺挺好的 它 這好像有這樣子的 有嗎 你看 哦 就是這樣 然後它的自己 好 你看 我們都有點 好 對 你看這裡 對 對 OK 我們完成了我們的劉體修喔 那我們在這邊 再次謝謝Muse Studio 今天提供我們自我棒的體驗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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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今天呢 我們會抽出三個幸運兒 然後要做什麼呢 只要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這個 然後按讚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加上開啟小鈴鐺就有機會抽中咯 抽什麼呢 抽我們這三隻 小熊熊 好我們現在要講他們的名字喔 一定要講對名字 自由打對才算喔 我這一隻叫做 初戀熊 為什麼是初戀熊 因為呢 它是帶有粉紅色又帶有藍色的應援色 所以呢 它就是代表著我們Sakura的心 還有我的應援色 然後就像初戀的滋味一樣 粉紅粉紅 然後藍藍的 耶 那你們呢 我的呢 因為是藍色微基調 所以呢 它看起來這個紋路很像海洋的紋路 那個海浪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海熊 它叫海熊喔 真的啊 OK 講真的很可愛吧 海熊 好 好棒喔 我這隻叫木頭 為什麼叫木頭呢 因為你看 大家仔細看 它其實就跟木頭的紋路很像 而且我覺得這個放在蝦裡 是一個很棒的藝術品 它就很像雕刻出來的 大木頭 熊 大木頭 雖然妳對我這麼壞 可是我還是喜歡妳 謝謝 那一樣喔 記得要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 社團課 下課囉 拜拜 喜歡 請 吃 就可以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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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